阿扁的影响力到底还多少 我告诉线上的朋友 阿扁的影响力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好的 请大家对阿扁有信心 好的 谢谢台北的徐小姐 谢谢您 那这边也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海峡论坛 通常每次邀请来宾的时候 都会尽量的平衡 并且希望我们的言论 也都是非常中立的 请观众们能够下次继续的收听 好 那我继续请广东的高先生参与讨论 高先生您好 您讲 高先生请说 请讲 我就是说这个程序变的 他这个就是说 他说是政治迫害 这个是是不是 这个是是不是 嗯 好的 那刚才我们已经有稍微讨论过了 不过等会我们也会请结论的时候 继续帮您回应 下面继续请上海的网络 透过网络来说是我们节目的 朱先生参与讨论 朱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上海的朱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小兵好 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 陈水扁这个案件不等于台湾的民主是有弊端的 这个民主的方向是对的 第二点 我也有个建议 如果万一陈水扁被定罪 我建议台湾马英九总统能够效仿南韩 特色陈水扁 毕竟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第三个就是说 像发生了这个死刑以后 我建议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党派对立 不要过于对立 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同时国民党的某些地位也不要火上添油 幸灾热祸 还是要保持一个哀惊勿习的态度 我建议第四个就是说 希望台湾民众不要被党派所左右 要自己有一个判断力 好的 谢谢上海的朱先生 继请美国的黄先生参与讨论 美国的黄先生你好 请讲 我想讲 在这个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下 我认为陈水扁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总统 我们要珍惜这个民进党的 在他的领导下 台湾所做出的重大的政治的贡献 在那个国民党现在执政了 他以前是共产党的死敌 现在又去拥抱共产党 这是极大的错误 我认为如果台湾真的给共产党统战了 沦翰了 那我看来台湾的人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 谢谢美国的黄先生 谢谢你了 不好意思打断你 我们时间有限 线上还有一些听众观众 谢谢请从加拿大打过来 透过网络来收拾我们的黄先生 你好 请讲 加拿大的黄先生 你好 我看下我的看法 我是非常赞同台湾的民主进程 虽然有很多缺陷和很多纷乱 另外我觉得就是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人是没有资格讲台湾的 台湾人的民主数字差的 就在中国大陆的人 就是还在对愚弄 对欺骗生出一种愚民阶段的时候 的确是没有资格去评论台湾的民主 我在加拿大看到很清楚 台湾人是有相当的民主意识的 他们可以花很多钱 所以台湾去选举 而中国大陆一些人在 比如在加拿大美国 他们是穿上一些游行示威 可能他连点路票都不愿意发 而要中国大使馆站住 谢谢 好的 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 最后请台北的谢先生 参与我们的讨论 谢先生您好 请间断发言 传闻在日本还有300亿的人头账户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总统他只有内乱外犯罪才提示 其实让总统在任内贪污的有恃无恐 司法在这个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着力点或改进的地方 好的 谢谢台北的谢先生 我们节目上的最后三分钟 想请两位来宾各以大概一分半的时间 来回应刚才几位听众观众的观点 还有做一个总结 想先请台北的施政峰市院长 我想我们宪法规定内乱外患 意思就是说 现任的总统不希望他被司法缠身 然后来影响他对主政这个部分 那我们下台以后那也处理 那我也同意刚才一位先生讲说 如果真的到时候真的是判司法 判陈总统有罪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 马总统应该是来进行特色 那因为特色以后呢 让这个政治的效应 不管是党派族群等等 把它降到最低了 那至于民主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 我必须想说一般 如果你要讲效率的话 那当然是威权那种的 可能搞不好效率是最好的 但是毕竟呢 我们还是希望让老百姓来决定嘛 那我会觉得过去几年我观察 其实老百姓是在成长的 老百姓有在思考的 不说政客好像进步比较慢了 不过也不错嘛 这就是民主 谢谢 好的谢谢 这是郑峰院长 那么陈庄卫博士 最后一份办 这个我想我们大家要继续 对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要有信心 现在这个出现的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把它单纯的 象征是一个司法案件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卸任的总统 他是不是在他这个任上 曾经犯了一些这个贪污的罪 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 这个王子犯法 与民同罪 就是说他虽然是个领导者 但是如果他也做了一些 这个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的话 当然是应该是受到制裁 但是法律呢 这个司法院呢 这个我们司法制度要对他 也是应该要表示出来 尊敬他的人权 然后能够确实的去寻找这个证据 如果证据上说他是犯法 那当然受到制裁 如果证据不足 或者是有任何可以 还值得怀疑的地方的话 那当然要还他的清白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这个 目前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两件事情 一个是不要对民主制度说 就因为出现了一个 这个贪污的领导者 那么民主制度就不值得留下来 这个是当然是不应该的 第二就是说 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司法的 这个完全一个简单的 司法的案件来清查 不要把政治设计在里面 那么你认为如果一旦真的 陈锐炳定罪的话 马云九总统应该要特赦他吗 我个人并不赞同要特赦 但是我想一般的 这个台湾的民众 会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我这个不予评论 好的谢谢陈庄飞 陈博士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再次感谢陈庄飞博士 施政风院长 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 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两岸关系 或本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下面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 即发送电邮的具体方式 好的代表台湾总统马英九 即将帅团到秘鲁 参加亚太金河组织APEC领袖高峰会的 国民党荣誉主席联战 他渴望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峰会上面会面 两人将针对两岸各项的经贸议题 来深入的交换意见 而在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带您来关注 APEC上的联湖会的发展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另外也提醒您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还有更多有关于两岸关系的 及时报道和最新的影响资料 这里为您再重复一次 我们的网址是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我是樊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今天在台北 与我一块主持的中广新闻网 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